这个是假 刑事局干员在嫌犯住处查获进口枪托 枪击等枪支领主件数量惊人 43岁的张姓公车施 因为喜欢玩生存游戏成为军火迷 除了自学改造枪之外 竟还从美国网购枪支领主件 在美国FBI等单位提供情之下 刑事局与海关合作 南查到占性嫌犯的国际包裹 装有制式枪管及划套等 因此扩大搜索张姓嫌犯住处 果然查获两把已经组装完成了改造手枪 及大批的枪支领主件及改造工具 甚至连加特林电动机枪都有 华国跟美国的执法单位 包括商务部、工业安全局 还有美国联邦代表局 进行国际情报合作的交换的时候 发现有国人 涉嫌从国外走私枪支领主件来台湾 经过数个月的侦办 我们发现张姓的嫌犯 设有重嫌 在台北地点署的指挥证判之下 经过几个月的侦办 我们在10月的下旬 对张姓的嫌犯实施了搜索 也在他的家里面查获了大批的这个改造枪支的这个工具 还有已经成品的这个枪支 克拉克手枪 具有工业设计专业背景的张姓嫌犯还效法国外以3D列印机制作枪声 收法特殊而且容易躲避警方查器 嫌犯他为了躲避警方的查器 他用这个3D列印的这个技术 来把这些枪支的包括枪声 然后做一个制造的一个情形 那他也从海外走私 这些枪管滑套等这些主要领主件 初步调查张姓嫌犯并没有贩售改造枪支 不过因为涉嫌运输枪支领主件及改造枪支 警方已经将权案以违反枪炮丹药刀卸管制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张姓嫌犯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记者张琴辰台北报道